赵又廷暖心擦掉林庚心嘴角义务,网友确称林庚心是心机表,咋回事? 文禄帝上海粒子娱乐圈中将赵又廷与林庚心这种兄弟情深的估计不是太多,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一位传统观念的原因, 如果看到两个大老爷们在那里亲密的互动,总会觉得哪个地方有点不对劲,像这次赵又廷的暖心之举,如果说换成是两个女人,也许就不会有任何的争议,这究竟是咋回事呢? 原来赵又廷与林庚心日前一起上快乐大本营,在与主持人用餐期间,赵又廷看到林庚心嘴唇沾到食物,还细心的帮对方擦掉,这样的画面自然是让双方的粉丝都觉得有点激动,从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记得之前就曾有网友用有一种友情叫林庚心,赵又廷来称呼这对兄弟道,再加上林庚心一直备受王思聪的喜爱,这也就增加了另一个话题,有网友更是直言,赵又廷不怕王思聪吃醋吗? 如果说这二位是好兄弟,平时的一起聚会多,这可能都很正常,可是一想到能不介意让另一个爷们给自己擦嘴,一时间接受不了估计,也是大多数人的反应。 老哈其实也是如此,你平时可以搂着我说话,也可以去吻一下我的额头,毕竟这些都是正常的一些礼节,可以想到你要用手给我擦嘴, 这难免让人想到是情侣,看来赵又廷平时没少个高原原猜嘴,从另一个侧面似乎也反映出林庚心的自立能力,有点差,啊,吃个饭还能弄得满嘴都是范利,并且自己还没有觉察大,这样的节目是否真的有人喜欢看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也许是网友们说的对,那就是明显有故意提升赵又廷的意思, 暗示林庚心很娇气,若真如所说的那样,估计这二位以后,多少会有些接地,相信这样的结局,肯定不会这二位好极有愿意看到的。 不过当老海看到最后,发现这其实是林庚心故意射的套,当时他见到女主持人,西娜不小心,把汤汁见到自己身上,众人忙于帮谢那踏事。 他随即假装吃东西,让食物沾上自己的嘴巴,不断的转头看向身边的赵又廷,希望引起对方的注意,在第二次尝试,就已经成功与赵又廷对到眼。 对方看到他嘴巴脏了,直接就用手帮他擦掉,看来身边有个心急表,还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